相對之下我覺得像高宏安在立法院諮詢蘇貞昌跟陳時中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模式 就是說我們還是準備數字 很明確講說你們哪裡施政不對 我覺得用這種比較理性的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 做一種失職的辯論 比較有意義 比那個什麼丟水球、抗議、杯葛 我想那個反而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 那再追問 市長也曾經批評蘇貞昌比奧臉 那如今有改革嗎 這一個也不用回答 這柱德代表謝志偉 他說到說他一邊舉著中華民國國旗 那一邊吐血 今天又點名國民黨跟民眾黨的行徑 也讓人吐血 那國民黨就要求他把中華民國的縫路吐出來 請問市長怎麼看 我只是要求他真的吐血來就好了 在榮農的四個堅持 失職內容其實在目前台灣應該是一個最大公約數 所以對那些失職內容我們並沒有什麼意見 我們在講說重點不是怎麼講是怎麼做 所以說堅持民主自由宣證 可是我們看到明明就是網軍名嘴側翼在治國 就是只要反對他全部都打成中共同路人 這才是問題 至於說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失職內容我覺得阿宇點 同樣的失職內容 奇怪為什麼他講就是台灣價值 我們講就是中共同路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一次不是我們大概台灣的最大公約數嗎 所以我們在講說說 台灣人共和解饋 日本人共和解饋 爸爸他們是 English 中国人共和解饋 從對方的感染 美國人共和解饋 希望他的未來 中國人共和解饋 中國人共和解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